皇帝内经中的道法术器、自然力、阅书西式、道家义皇老哲学是中华文明的根,讲究遵循自然天道、顺应规律、天人合一、义经、道德经、皇帝内经合称中国的三选,尽管在内容和侧重点上各有不同,但他们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深刻理解,他们都是阐述道德哲学。 道是什么呢?昨天的文章《道德经》里讲道可道非常道,为什么说他无法表述呢?因为道在变,你问我的时候,我回答的时候,可能情况就变了。 为了叙事方便,可以把道理解为自然规律或宇宙原理,正所谓道法自然吗?我们中国人是最有智慧的,比如平常我们经常说知道,就是说我们知晓怎么跟着天道去做,在皇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。 皇帝向他的老师齐博请教,于文上古之人,春秋皆度百岁,而动作不衰,翻译成白话文就是,老师啊,我听说上古时代的人我们的祖先,年龄都能超过百岁,而且动作不显衰老。 齐博曰,上古之人,其知道者,法于阴阳,何于数数,时音有节,起居有长。 从道家哲学传承来讲,强调四个字,道法术器,道是天道,是规律,本质,法是人定的,战略,体系,术是技术层面的操作方法,器是指有形的物质或工具。 一,皇帝内经中的道奇之道者,齐博讲的第一点是什么,奇之道者,什么是道呢?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变化的规律,你顺着,或者你打算顺着这个规律走的前提是,你要知道。 二,皇帝内经中的法法于阴阳,法于阴阳就是我们在日月星辰的影响下,作为一个自然产物,要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,根据太阳,月亮的变化,跟着它的步调走,就是合法,违背了这个,就是非法。 三,皇帝内经中的数何于数数,如你没有法于阴阳,阴阳失调了怎么办呢? 了解齐博说的第三句话,合于数数,合于数数指的是什么?中医有一句话叫孤阴不生,毒阳不长,人体,是一个阴阳的合体,如果人得病,就是阴或阳出现了偏颇,这时需要你去矫正它,需要有个懂得数和数的人,帮你调和一下,阳多的时候,弱点而阳,或加点而阴,阴多的时候,要么去点而阴,或温博点而阳,让你回到中立, 平衡的状态,这叫调和,谁是调和的高手? 大夫,古代的大夫被称为树士,懂得树的人,中医被称为方树,我们听过上一一国,不为良相,愿为良一,真正调和的高手是当时做宰相的人,他们调和的好,全体人民跟着他享福,树还有一个含义是自我调节, 韩玉在诗说里说,文道有先后,树叶有专攻,这里的树指的就是你平生学到的本事,从事的职业,关于职业,古人认为,你如果选择跟自己内心相矛盾,相抵触的职业,就是最不理想的职业,而不以收入来衡量,如果选择了喜欢的工作,而且不压抑自己的情绪, 不跟自己拧巴,就能活得长久,四,皇帝内经中,弃食饮有节,弃居有长,齐伯说,食饮有节,这就落实到具体了,他没说你该吃什么,喝什么,他讲的是什么,节,节奏,节制,节的本意是停顿,我们说过年过节,其实就是停顿一下,别太辛劳,齐伯在这里讲的是,第一,吃什么,喝什么,要跟着节气走, 我们既然是自然的产物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而且春生,夏长,秋收,冬藏,不同季节出产的食物是不一样的,自然出产什么,方圆百里出产什么,到什么节气你吃什么,就会活得很自然,人可以不知,但一定要有绝,跟着先天本能的那种健康的感觉走,或者学一下古人的养生之道,跟着节气时另走,这就是我们说的要讲节气, 食饮有节下面一句话叫起居有常,常是什么意思,它是恒定不变的规律,也就是说,人工作,生活的起居是有规律的,前天的文章讲了十二时辰养生法,起居有常就是说,人应该有固定的起居和生活规律,为什么要固定呢? 因为天地阴阳的变化有固定的规律,比如,到了冬天,慢慢就骤短夜长,皇帝内经说,夜卧早起,必带日光,没太阳的时候多睡觉,太阳升起再出来活动,生活规律跟着太阳的变化而定,所谓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日常生活中,最好饮食有节,起居有常,跟着太阳,月亮的步调走, 其实皇帝内经的核心就是这一段话,上古之人,其知道者,法于阴阳,何于,数数,食饮有节,起居有常,不忘坐牢,故能行与神聚,而近中其天年,度百岁乃去,近期写了好几篇皇帝内经健康养生之法,任何时候健康都是第一位的,拥有一个好身体就是最大的财富,我们把皇帝内经中的道法术器学懂弄通,顺应自然, 就能实现上述所说的健康长寿